一個品牌的加盟是 你至少出來4年5年 你已經做了很穩定 而不是說 欸 我一開始就做加盟 我連店沒有滿10家20家 我就在做加盟 那他的用意是什麼 這就是圈錢啊 割韭菜啊 趁去出去的時候 你叫梯叫杯 去法院跟他打個10年 你要花一大堆律師錢 到時候你後悔末期 算啦 你也能拿一家那 帶把槍 坐飛機飛到香港 兄弟不要鬧了好不好 你很有名是不是 你開飲料加盟是不是 你就盡量開 到時候出了問題的時候 人家煩咬就是你 看看廖老大 他有名 他成名的快 結果呢 若干年 他還沒到一年 他的飲料店開始出現什麼 甚至有20幾家 又去告廖老大 廖老大的身家是超過10億的男人 他有工廠有地 人是當的 所以說廖老大他的確有爭議 但是他賠了嗎 他賠了 聽說是賠的啦 事實上賠了沒賠 我不知道啦 喔 廖老大有錢賠的啦 啊不知道這個 有沒有用乖 是要拿什麼賠的你們啦 我是不知道啦 說藝人跟網紅開飲料店 都幾年了 5年前 甚至10年前 陸陸續續一大堆 什麼周杰倫 蕭敬騰 為什麼大家都往飲料店開 複製快速 現在吃不吃這一套 現在的人不吃明星牌 現在人吃的喝的 你打明星牌沒有 你還要再做火山孝子 進去這個加盟市場 那是誰賺你的錢 就是提出加盟呢 要學你的錢啦 我其目的不是說我要賺這廣大市場的 台灣人民的錢 我的目的是要賺你們這些粉絲的錢 我的目的就是要賺你們的錢 這是最快的嘛 因為半年內一百間 半年內五十間 一間一百五十萬 我扣掉一些必需成本 人事成本 所以一間賺七十五萬耶 十家賺七百五 一百家就賺七千五啊 有什麼比這個更好賺呢 賺完之後 你有問題 我有合約啊 不爽開 你自己的事啊 那時候已經產生非常多的糾紛 以前的人會吞會冷嘛 現在人不吞不冷嘛 你很有名是不是 你開飲料加盟是不是 你就盡量開 到時候出了問題的時候 人家反咬就是你 看看廖老大 他有名 他成名的快 結果呢 若干年 他還沒到一年 他的飲料店開始出現什麼 甚至有二十幾家 又去告廖老大 所以廖老大最後 把加盟星還給各位 但是你想哦 廖老大的身家是超過十億的男人 他有工廠有地 人是當的 所以說廖老大他的確有爭議 但是他賠的嗎 他賠的 聽說是賠的啦 事實上賠的沒賠 我不知道啦 哦 阿廖老大有錢賠的啦 他不知道這個 有沒有用乖的 是要拿什麼賠的你們啦 我是不知道啦 人家有在台灣 沒有在台灣 你找到他嗎 我也不知道啦 他這樣有合法嗎 我也不知道 哦一個香港人 他拿什麼證件 他可以在台募資 我不知道這有沒有合法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一個品牌的加盟 應該怎麼做 一個品牌的加盟是 你至少出來 4年5年 你已經做了很穩定 而不是說 欸 我一開始就做加盟 我連店沒有滿10家20家 我就在做加盟 那他的用意是什麼 這就是圈錢啊 就是割韭菜啊 開幕一定最老的 為什麼 他沒人 啊就叫人 叫朋友集完 用人來喝 叫人來喝 不要人咕咕來一次 還有你常常來 趕去出去的時候 你叫T叫杯 去法院跟他打個10年 你要花一大堆律師錢 到時候你後悔末期 算啦你能拿什麼 帶把槍 坐飛機飛到香港 兄弟不要鬧了好不好 大家都想要當老闆 大家都有一個夢想 要跟他拔了 以小博大 一兩百萬下去 以後我就成功了 買法拉利 買保持錢 買 買 老司來吃 大大老闆 館長跟你講 我今天真的是 我跟你們拜託好不好 你們就想一下 你如果真的要這條錢殺過 我今天要給你動 我今天要給你扣 我今天要給你扣 不要 錢我不會給你扣 台灣做老闆 很難做 台灣現在做生意 很難做 物價 一波三掌 雄信館長好不好 我是當第一線的人 我不是那個 下山爛的人